爱情与战争是文学永恒的话题 也是最能改变人生命运和历史轨迹的传奇力量 在3000年前的公元前12世纪 那在中国历史上是殷商时期 在中国和在西方 公元前12世纪都是一个神奇瑰丽 而且波澜壮阔的时代 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也发生在这个世纪 在河马史诗当中就说过 特洛伊战争的起因 是为了争夺当时世界上最美艳的女人海伦 那有谁能够想到 在公元前12世纪的中国 也发生了一场改变历史的著名战争 因为无论是爱情还是战争 都是这个世纪推动历史滚滚前行的主宰 这场战争和这场战争背后最重要的女人 同样被记录在中国的一首史诗当中 这首史诗就是《诗经》《大雅》当中的大名诗 而这一次改变最重要的见证者之一 竟然是一座桥 《诗经》当中的这首史诗大名 虽然比不上河马史诗的篇幅那么长 但它不仅鸣刻了一场改变历史的战争 而且还记录了一场盛大而高贵的婚礼 同时书写了一个家族和一个王朝的伟大崛起 那我们不妨首先从这场战争开始说起 激发就是历史上的周武王 是西周王朝的开创者 他率战车三百胜 回师东下建制殷商首都朝歌 朝歌就是今天河南省齐县 当时各国诸侯是闻风而动 纷纷率军集结于武王的麾下 这个时候的激发意气风发 他在诗诗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态式 怀着毕生的信念昭告天下 受有成亿万为亿万星 于有成三千为亿星 受有一兆疑人离心离德 与有乱成十人同心同德 在这个誓诗当中 那个被激发轻蔑地称为兽的人 就是当时的天下共主 历史上升名赫赫的商宙王 商宙王姓子 明 兽 又称地心 在中国历史上 下朝的节和商朝的咒 往往并称节咒 是昏君暴君的代名词 而与之相对应的明君贤君呢 那就是商汤周五 即将在商宙王和周五王之间 爆发的这一场战争 显然是一场兵力多寡 悬殊巨大的战争 根据司马迁史记周本记的记载 激发仅仅拥有三百辆战车 虎奔三千人 甲氏四万五千人 就算是再加上诸侯支援的军队 在数量上 也远远不能够和商宙王抗衡 所以周五王在态势当中 才会这么说呀 商宙王有成亿万 但是数字说明不了什么 也根本吓不倒雄心勃勃的周五王 的确啊 只是人多又有什么用呢 亿万人却各怀一心 也就是亿万心 离心离德不过是一盘散沙而已 而激发称几方士 有成三千为一心 所以他的信心就来自于 只要同心同德 我们人虽然不多 但是力道却能够拧成一股绳 无往而不胜 周五王的军队和诸侯之师 已经陈兵商朝都城 朝歌的南郊 牧野 五王呢又做了一篇誓言 牧师来撞军威 这一幕啊 就被记载在了大明当中 这几句诗的大意就是说 阴上的军队的确很庞大 旌旗如灵啊 可是呢 这也吓不倒我们 我军在牧野 陈兵逝师 我周王朝 是注定要兴起的 上天会亲自来为你们助阵 你们要勇敢杀敌 忠心不爱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牧野之战 周师来战 商周王发兵七十万巨敌 这果然是一场 以寡敌众的战争 然而数量的优势 也果然什么都不能证明 正像激发在太师当中 所预料的那样 商周王的残暴昏虐 早已让他尽失人心 七十万大军 在周师战车的左冲右突之下 瞬间土崩瓦解 其实真正让人望风披靡的 并不是神勇的周师的战车 恐怕还是人心吧 《诗记》当中 关于牧野之战的记载 也很传神 咒诗虽众 皆无战之心 心欲武王济入 打着咒王的旗号 假装往前冲的商朝军队 内心却巴布得大开城门 迎接武王的人意之师 所以周武王的大旗一挥 咒诗皆倒兵一战 以开武王 完全没有想象当中的激烈厮杀 七十万商朝大军 镇前倒戈 一时之间都改姓了周 牧野之战迅速地结束 而且没有一丝悬念 商周王众派清离 真正地剩下他孤家寡人一个 仓皇地逃进了他精心营造 而且曾经纵情深色的露台 自焚而死 自此一战 周武王即将成为新一代王朝的天下共主 大明诗的最后几句 称颂的就是周武王和他最得力的俯臣 江太公的功绩 大义是这样的 宽阔平坦的木野 谈木制成的战车 威力无穷 并驾齐驱的四匹远马 强壮勇猛 而那位锐智的江太公呢 这个时候就向雄鹰展翅凌云 是他辅佐周武王驰骋江场 以迅雷不羁掩耳之势摧毁了商王朝 据说木野之战胜利的时候啊 正好是天清气朗的早晨 天亮了 惠昭清明 一个昏暗的时代结束了 待着而新的将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新时代 那是周武王开创的新时代啊 周王朝 木野之战的胜利 商朝的灭亡 周王朝的诞生 这一切呢 好像都应该归功于这场战争的最高指挥者 和最终的胜利者 周武王激发 但是有趣的是啊 历史的评价 往往并不是那么的简单粗暴 因为历史的智慧从来不会只满足于对一次偶然事件的津津乐道 历史呢 总是希望在追根溯源当中去寻找到一个普遍的规律 所以在大明这首旨在寄述武王伐伤的史诗当中 高朝部分好像的确是在描写木野之战 但是正面描写战争 还有歌颂武王功绩的笔墨却并不多 在这首史诗当中啊 大量的笔墨 反倒是留给了在牧野之战之前 举行的一场盛大的婚礼 这场婚礼的主角是谁呢 新郎是姬昌 也就是周武王激发的父亲 历史上的周文王 新娘也就是女主角 是太四 周武王激发的亲生母亲 昭示着这场婚礼 与众不同的高贵和盛大的 那个灵魂啊 居然是一座没有名字的桥 这座无名之桥 也应该是最早进入诗歌当中的 桥梁之一 它一面世啊 就是以王之尊贵的姿态 辉映了中国历史 周文王即位之初 他就要迎娶自己命中注定的女子 就像大明师所写的那样 天见在下 有命即即 文王出在 天作之合 人间万事 都在上天的洞悉和监视之下 而天命呢 这个时候啊 已经从商咒王 转移到了周文王身上 所以文王的婚姻 那可是天作之合 也就是天命牵线 做成的家偶良缘 一直到现在 天作之合 还会用来形容和谐 美满的爱情和婚姻 而周文王命中注定的这一位家偶 他就是有申国君的女儿太四 大邦有子 欠天之魅 这个大邦 指的就是申国 申国的这位王女啊 她的绝世滋容 就好像流风回雪 又好像落花衣草 或者又如同浮渠露波 高贵优雅 好像不是一个人间的平凡女子 而是天地的公主 那人间 哪里才有配得上 她的天作之合的家偶呢 有 而且啊 只有一个 那就是周文王 基昌 只有她 和她 才是天作之合 只有她 才是她的唯一 贤王家女 天作之合 在诗经大明中 浓墨重彩地记录了 周文王的那场 旷世婚礼 一座跨越未水的婚嫁之桥 不仅连接了两颗相爱的心 连接了这对 备受瞩目的新人 更展现了周代婚嫁的仪式之感 那么 古代的婚嫁都有哪些程序 桥下的滔滔未水 又让我们想起了诗经中 哪些美丽的爱情故事呢 是不是所有的爱情在完美之前 都必然会遭遇一些难以跨越的障碍呢 就算是天命急于一身的周文王 在他追求自己最心仪的女子的时候 也会面对挑战 这一回他们的挑战是什么呢 是一条河 那条宽阔而湍急的未水 将他和他分隔在了两岸 诗经当中有很多诗篇 都描写了河水和爱情的关系 好像在用那么多的爱情诗 向我们证明 在中国文学的童年时期 比起战争带来的工业 爱情的获得 可能更让人心持神往 念念不忘 所以如果爱情的双方 被一条河流阻隔的时候 女孩子呢 往往会焦急而又焦撑的 抱怨男孩 子会思我牵肠摄针 子不我思 岂无他人 如果你真的想我的话 那就应该牵起你的裙脚 汤过蒸水来看我 来陪我呀 一条浅浅的小河阻隔 难道是你不来看我的借口吗 如果你不是真的爱我 那又何必勉强 难道岂无他人 我就没有别人爱吗 而河对岸的男孩子 也会在漫长的守望追求当中 忐忑不安呀 尖家苍苍白鹿为霜 所谓依人在水一方 速回从之道足且长 速游从之晚在水中央 秋天水边的芦苇 冒险得一望无际 深秋的白鹿接成了寒霜 而我 此刻深深思念的那位家人 却在河水的另一方 我逆流而上 想去追寻他 但道路是如此的漫长 而且呢 还充满险阻 那我想顺流而下去靠近他吧 他又若隐若现 若远若近的仿佛永远 因为他描写了那种 求而不得的伤感 温柔以你的思念 爱情失落之后的黯然神伤 这都会成为心灵深处 最优美的歌 所谓情动于忠 而行于言 就是爱情在诗歌当中 最真最美的样子吧 得之爱之性 失之是失之性 周文王鸡昌和泰四 这场旷古的恋情 既是属于他们的幸运 居然同样也是属于 中国诗歌的幸运 甚至啊 还是属于中国历史的幸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一条又深又宽的渭水 并没有阻隔 鸡昌对于泰四的追求 爱情的力量无坚不摧呀 一条河算得了什么 为了能够渡过渭水 迎娶梦寐以求的女子 周文王创造了黄河流域 渭水之上第一座 建筑文字记载的浮桥 文定绝祥 轻盈于味 造周为梁 披显其光 补充说明一下 在诗经那个时代 桥出现在典籍当中 就是用梁字来表示的 轻盈于味 造周为梁 原来从爱情到婚姻的距离 只差了一座桥 鸡昌通过郑中的占卜 选定了良辰吉日 一切都按照最完备 最尊贵的婚礼仪式来进行 而婚礼当中最隆重 最令万人瞩目的 最后一个环节 也是最盛大的仪式 那就是轻盈礼 古代婚礼通常有六道程序 纳采 问明 纳吉 纳征 请妻 轻盈 轻盈是最后也是最隆重的一场仪式 就相当于我们平时去参加的婚礼 新郎要穿上正式的礼服 亲自到女房家里去迎接新娘 也正式向所有人宣道 两性联姻的完成 即便是君王乃至后来的天子 都对婚礼程序当中的亲颖礼 给予了至高无上的尊崇 这也是儒家伦理秩序当中 特别重视的一环 我举个例子 像礼记当中就记载过 鲁埃公和孔子的一段对话 鲁埃公就提出了一个质疑 我是一个君王 这么尊贵的身份 还要我在婚礼当中 勉而轻盈 也就是说 穿戴上最正式的 象征君王的礼服 还有冠冕 用最高规格来迎娶夫人 这是不是太隆重了呀 孔子一听 鲁埃公居然质疑 勉而轻盈的重要性 他就不禁悄然作色 很生气 他就直言不讳地批评鲁埃公 轻盈礼 很重要啊 他标志着 和二姓之豪 以继先圣之后 以为天地 宗庙 社稷之主 您怎么能够觉得 这样的仪式太过隆重呢 像这样重要的仪式 再怎么重视 再怎么隆重 都是不过分的 因为一个王的婚礼 它已经不仅是两个人 或者两个家族的事情 它更是作为全国 甚至全天下的表率的仪式 而周文王姬昌的这场婚礼 显然更值得载入史册 写进史诗 因为这场轻盈礼 与众不同 亮点自寻 亮点是什么呢 这场轻盈礼最大的亮点就是 造周为良 轻盈于味 我们现在为了表达 对于轻盈礼的重视 会想出很多稀奇古怪的招数 比如说用热气球去迎接新娘 比如说浩大的自行车队伍 去迎接新娘 总之怎么样能够吸引眼球 让新娘觉得很惊喜 那就怎么来 当年的周文王 用的是怎样的花车队伍 去迎接他的新娘呢 周文王命人造周为良 这个只有四个字的命令 其实包含了一系列的大工程 首先要造船 然后将船一艘一艘地连接起来 最后呢 在船上加盖 通常是木板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浮桥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吧 波光浩渺的渭水 一条长龙一般的浮桥 威夷其上 日光闪耀 庄严的李月笙当中 又透露出含蓄的欢快 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 簇拥着盛庄的 勉而轻盈的文王 踏上那座长长的浮桥 一步 一步 走向让他辗转反侧 妩媚求知的新娘 泰四 造周为良 轻盈于味 渭水上的这座浮桥啊 不仅是两颗相爱的心之间的连接 还是两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的连接 因为通过这座浮桥 结为连礼的两位新人 他们的身份和地位 是与众不同的 而周王朝传统的婚礼啊 还因为这座浮桥 而诞生了新的制度 造周为良 是周文王的创造发明 而从此之后呢 就演变成了 天子婚礼的象征 也就是说 只有天子 才有资格造周为良 行亲营礼 而天子之下的诸侯呢 就只能为周 也就是四艘船相连 在诸侯之下 大夫是方舟 也就是两船并连 大夫之下 普通的世人呢 就只能 特舟 也就是一条船 那大家肯定要问了 普通的庶人 老百姓 怎么办 那就只能 成木筏子咯 当然 我会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我们现在 已经看不到 那一座曾经聚焦了 全天下目光的 最炫酷的浮桥了 甚至我们也很难从 留存的实物 比如说古桥啊 或者是古画当中看到 三千年前的 中国的桥 到底长什么样 但是有意思的是啊 在春秋时期 周王纪地区 有一种 钱币 青铜币 用的就是桥的造型 这个桥形币 并不是浮桥的造型 而是拱桥的造型 造型精美 线条流畅 即便是放在今天 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 造型设计的水准 也还是可以让我们 津津乐道 从铸造钱币的技术而言 东周时期的桥形币 可以说 已经到达了一个 比较完美的地步 通过青铜表面的 起伏图案 还可以看到明显的外锅 钱币的上方呢 是留有穿孔 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穿成一串 随身携带 或者呢 是方便入账盘点 那我们当然知道 钱币呢 是商品交换的产物 是社会生活当中 一个很真实的窗口 而我们国家是 世界上最早使用 铸币的国家 金属货币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 三千多年前的 殷商晚期 到了春秋战国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金属货币更加广泛地流行起来 像中原地区的布币 东方齐国和北方燕国的刀币 还有西北秦国的还钱 还有南方楚国的乙笔钱 都是那个时候流行的 四个货币体系 这些货币的设计灵感 当然都来自于像 刀啊 铲啊 纺轮啊 这样一些跟我们的 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工具 也反映了货币的原产地 那样一种经济生活的特点 所以我们就不难想象 周王几地区 为什么会流行桥形币呢 这应该也是 当地社会生活的 一种真实写照啊 一定是先有桥 而且呢 还是有了很多很多桥 经常让我们看到或者是经过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才产生了桥形币的设计原形 所以我觉得可以合理地去推测 在春秋时期的周王级地区 桥的形象已经家喻户晓 桥形币从出现到结束 经历的时间并不是太长 当然 钱币设计成桥的形状 除了来源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之外 还可能因为桥有一种特殊的寓意 它有连接和沟通的内涵 在经济生活当中呢 就被赋予了过桥生意的吉祥寓意 用桥的造型表达一种 可以不受地域江河限制的贸易的理念 贸易的繁荣 经济的发展 都必须建立在连接和沟通的基础之上 当然让我们很欣慰的是 今天中国的造桥技术 已经达到可以跨越高山峡谷 大江甚至大海的水准 任何相爱的两个人之间 都不会再因为缺少一座桥 而只能一生相忘 却不能相守 爱一定要大声说出来 幸福一定要让全世界都看见 这是不是就是周文王 造周为良 披显奇光的意义所在呢 一场盛大的旷世婚礼 一座连接两岸的爱情之桥 周文王与太四的结合 毫无疑问 有着一个无比美丽的开始 而作为文王之妻 武王之母 太四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 自然不言而喻 那么这样一位申国王女 究竟有着哪些特别之处 在诗经之中 对于她又有着怎样的描述呢 当然也可能会有人质疑我了 你看啊 大多数的童话 都会结束在一场盛大的婚礼上 因为婚姻的琐碎 冗杂 多半呢 会磨损爱情的纯粹 童话所以往往都不描述 婚姻以后的故事啊 在婚礼之后 童话呢 经常会用一句话来结尾 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那我们可能也会要问了 周文王造周为良 轻盈余味 这样童话一般的盛大婚礼 会不会也只是一场浪漫爱情的句号呢 答案啊 也在诗经里 大家一定都背过诗经的第一首诗 也是最著名的一首诗《关居》 这首《关居》啊 据说 讲的就是伟大的周文王和贤德的太四 琴瑟相邪的美满婚姻 从汉代以来 多数学者呢 都把关居解读为后妃之德 也就是歌颂太四贤德的诗篇 而诗中的 窈窕淑女 君子好囚的君子 就是周文王 天子的妻子 同时呢 也是万民之母 她当然不应该只是以美色 还有柔顺来赢得丈夫的专宠 她还应该尽心尽力辅佐夫君 营造温暖和谐的宫廷环境 帮助丈夫求取贤财 维系民心 安邦帝国 很有意思的是啊 在《大明》这首诗当中 主题明明是歌颂武王伐咒 开创了周王朝的不适工业 可是关乎成败的最后一战 牧野之战 却只是轻轻地几笔带过 大段的诗句 浓墨重彩地渲染的 是文王和太四的婚礼 又尤其以造周为梁 作为点睛之笔 一座专属天子身份的福桥 不仅连接起了渭水两岸 相互倾慕的两颗心 更树立了家庭和美 家国和谐的典范 的确在传统的中国人的心理当中 家国是一体的 家和国心才是社会最好的状态 而天子与国母的婚姻美满 那更是天下万民共同的期待 以至于要效仿的榜样 正是基于古人这样的心理期待 这首歌颂周王朝兴起的 大名诗 不仅重点在描写刊为 万民表率的周文王的婚姻 还顺带着往前上诉了 周文王的父亲王继 和母亲太任的婚姻 代代传承的家风渊源 是周王朝必然取代 殷商兴起的良好的基因 你像诗经当中的 另外一首史诗《思琪》 也曾毫不吝惜对于太四的赞美 太四四徽音 则百思难 说的就是太四继承了 这种优良的家风 所以能够让家族兴旺 并且培养出周五王激发 这样优秀的儿子 当我们站在今天 回望公元前十二世纪的 中国历史 商周王在婚虐残暴 沉溺深色 众叛清离当中 一步步滑落深渊 而同时周文王姬昌 却秉承了家族的优良传统 姬德行善 从一方诸侯当中悄然崛起 他赌人 敬劳 慈少 礼下贤者 因为文王如此贤德 天下贤士乃至诸侯都愿意去归顺他 而商周王日益陷于孤立之地 这才奠定了后来武王伐咒 一战而胜的牢固的根基 正所谓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呀 所以大明师呢 这样赞美过文王的人德 为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示上帝欲怀多福 绝得不回已受方国 千许谨慎 小心翼翼的文王 对上不为天命 所以能够福泽绵长 对下呢 礼敬仁爱 所以四方邦国都敬仰他 幸福他 那没有文王的这种奠基之功 当然就不会有后来武王的一战而胜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是周文王与日齐光的人格魅力 而一直站在他身边的那位女子太四 脸上始终带着疑人的微笑 夜夕如华 温乎如盈 他值得她的物昧求知 值得他专门架起一座史上最尊贵的福桥 去迎接在水一方的他 也值得史诗和史书 专门为他留下一席之地 让男人叱咤风云的战场背后 还有令人向往和眷恋的温柔与和平 毕竟啊 当那座最荣耀 最尊贵的福桥 引漠于历史之后 还有一座更牢固 更持久的桥梁 架在了我们的心里